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讲居世论吧 居世论就是八次大悲的佛陀 已经宣讲了第一转法论的广大的意义 所以说表面上看来当然是比较难懂 但是我希望大家也不要舍弃佛法 什么叫舍弃佛法 居世论是很难懂的 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这些年头也在相对相续当中 是不要产生 如果产生的话 即使回想也不要说出来 不然愚痴的人是经常说 前一段时间 我们有些金刚道友说 我看到这个居世论当中有一些毛病 那个世经人士到底干什么 我今天给他造出一个很大的毛病 他在给外面的人这样讲 外面的人看我们 有些修行人都是有这么大的邪见 这么坏 怎么给神 什么世经人士都是造大这个毛病 我看恐怕不会吧 我们这里五部大论的背诵的话 如是的费尽你看那个世经论识的专记当中是这么说的 但是有些人可以说是没有观察 就随便就开始这样说话 我造出了这个世经论识的毛病 不要说你一造出世经论识的毛病 那肯定整个和牛都像万会牛 不会这样的不可能的事情 我们在这里对一部论典是如实的费劲 然后考试的话 有时候自己都是不敢参加考试 参加考试可能害怕得零分 就是这样的 所以这种人是真的对世经论识的这种智慧 像我们那样能拨持的话 那简直是一个下滑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对居士论的意义 我们自己不懂的时候 就顺便舍弃 觉得这个法是不殊胜 这个法是没有什么意义 这些法是前往的心里面也不要想 心里面如果中央人想的话 口里面也是不要说的 说这些语识的话 慢慢慢慢一传十十传百 后来很多人都会知道了 这样的话对自己来说 我们很多人是贪求尽失的 就是影响也不好 这个人是原来是说过这样 在学居士论的时候 他自己学不懂的是诽谤 后来很多人就开始认识了以后 他的话还没有是一直在重复 在这个事件上流传 所以我们昨天前面讲了12缘起 现在12缘起在居士论当中 还是比较难懂的一个法 在一般格鲁派的 比如说12缘起法 宗喀巴大师也是专门有一些有关大臣和小臣的一些论述 就是论述 吉满论后面专门有这个 然后观察摄述 昨天我们前面已经讲了 遣除前几后几的愚痴协制 他这里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 以前有些外道认为是 以前是大自在 大自在创造所有的万物 有这种认为的 那么为了破除这样 我们可以说是 不是大自在所造的 众生的前面的因 就是无名和心 无名和心开始的 也有这样的 然而有些人 现在有些书门外道的人 认为是 我们一切万事万物 在诸物当中是很是不变的 生物和诸物当中很是不变的 那么我们说是 并不是诸物的变化 应该是我们众生的 今世当中 八个十二缘起当中的 八个之分的 前因后果而产生的 就是这样的 还有一些人认为 我们现在有些外道认为 我们现在就是杀生 杀生以后 以后供养天尊的话 天尊欢喜以后 我们就讲天生当中的 然后有这种说法 那么断除这种后继的 这种愚痴 也有这样的一种目的 所以十二缘起当中 为什么是这样分呢 原因就是这样的 为了断除外道的一些 前击的这种常有和 然后后击的一些断灭 为了长短的这种斜见而宣说的 前击后击十二缘起子 为什么这样强呢 就是外道有些人认为 所有的我们这些万物 全部是我来造的 大自在来造的 就是这样的 那么这样的常有法 不存在 断除长辫而是个说的 然后所有的 有些众生认为是认死了以后 就像是灭当一样的 再也没有的 并不是这样的 认死了以后 还有来世 来世的圣和老师 还继续不断地存在 那么为了宣说这个道理的话 也不是断灭 所以为了断除畅断 断除畅断两个辫 就宣说了十二缘起 这个非常重要 我们有时候 真是里根者的话 对居士论的每一个问题 知道是佛陀有不共的智慧 然后佛陀的这种智慧 在处处都是可以流露出一种智慧的甘露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的很多众生有各种各样的愚痴 尤其是现在我们承认前世后世不存在的 人轮回不存在的 这些人面前 十二缘起来很容易成立 断除他们的常见和断见 这是昨天我们前面也有这样的论述 希望大家应该记住 那么今天观察他的摄受方法 我们昨天讲了 十二缘起分的话 从无明心 然后明思流畜 然后处和爱 书去 由 生和老四 就是中共有十二缘起 就是昨天我们讲了 那么这十二缘起的话 你归纳起来的话 可不可以分几个里面归纳呢 比如说我们学院的话 那几个归纳起来的话 就是九母去和拉玛去 祭司去可以这样分三个 那这样的话 所有的十二缘起 十二缘起太多了十二个了 可不可以再少一点呢 可以可以再少一点 就是分三个去 然后烦恼有三 也有二 是 其是如是也为过 他这里就说 十二缘起的话 可以分三个方面 烦恼就是业 还是 就是这三个方面 这样的话 烦恼就是十二缘起当中 前面就是有三个 然后这个业的话 就是有二种 还有这个是呢 就是其他的七个 这样他们就互相 互为因果的 就是这个意思 十二缘起如归纳 再可包括在极法当中 就归纳而言 可包括在烦恼 业 舍 在三种当中 这个教证的话 法王如意巴也经常读过 法王好像 那么其中烦恼的就有哪些三个呢 烦恼中有无明 爱 趣 这三个可以包括在烦恼当中 你这个十二缘起的话 它具有烦恼性和造业性的 还有其他的十二缘起的本事 它有这三种方面 所以它这里的无明和爱和趣 这三种叫做烦恼的三种 这些应该记住 十二缘起 应该烦恼方面就是这三个 然后业方面有信和有儿子 就是这个业方面就是信和有 因为信的话就是前世的业 大家都知道我们前世烦恼作为因 然后烦恼生起来以后 它就开始造各种各样的业 这样的业叫做是信 那么我们即生当中的有也是知道 我们昨天也讲了 就像人成年了 按照由布宗的观点的话 人已经成年了 已经成家了 成家以后开始该造业了 人们都认为是现在什么结婚 这些都是一种快乐的事情 但实际上它从开始 从居士论的角度来讲 那个时候开始它就该造业了 这个也可以这样说吧 我们很多人是 它成了家以后 为了家庭开始造各种各样的业 所以我们即生当中的十二元期来讲的话 所谓的业是造业 就是该造业了 为了来世进行造业的时候 因此它业有两种 一个是前世的业 一个是今世的业 今世的业造后世的过 然后前世的业造今世的过 我们十二元期在三世当中圆满而言的话 就是这样的 然后世呢 就是七余的这七个 就是七余的这个世 名世 六处 然后呢 然后这个处和书 还有那个僧和老四吧 就是中共有七个 这七个呢 就是包括在这个世里面 就是包括在世里面 所以这里面呢 就是比较大的 就是我们这个说是九母区呢 就是人比较多一点 然后是居士区呢 就是少一点 相当于是刚才这个业里面一样 就是业里面只有两个呢 然后那个烦恼区呢 就像是这个大僧一样 就是人不失很多 就是就这样来分的 就是可以这样分的 是世之生与的七者 必当中产生业或之果 七十几十也同样是果 就是那么他这个七十呢 就是他同在这个七十当中 可以产生的这个业和烦恼 就是他是互相的可以产生的 因此呢就是这个七十呢 也同样是这个他的果 他们有业和烦恼中产生的缘故 就是这个七十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业和烦恼当中产生的 这个他们互相产生的方式下面还在讲 缘起有两种 就是一个是前级缘起 一个是后级缘起 就是这个缘起 中的来分的话呢 就是他可以分一个前级缘起和后级缘起 我们大家都知道下面也有这个意思 所谓的缘起呢 就是也有一个因果的意思 就是也有这个因果的意思 这样一来的话呢 那么这个缘起呢 就是有前级因果和后级缘起 就是分两个 就是这个前面的这个因果和后面的因果 就是比如说我们这个今生当中呢 站在中间的话呢 那么今生的这个前面的这个 来世的这个 前世的这个因 那么今世的这个果 然后今世造业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呢 作为是因 就是一般呢 就是前世的这个因 一般呢 就是是这个来世的这个因 所以我们这个现在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现在这样讲吧 就是比如说这个 现在的我们做的这个事情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是这个前世的这个因 就是造成了精神的这个过 然后我现在这个过相守的同时动作呢 也为这个来世就是做一些事情 就是为这个来世也做一次 从这个角度来讲是这个来世的因 就是前世的这个过来世的因 就是他这个因果的 怎么说啊 这个十二元气里面的 英国的这种对应方法呢 就是稍微有点这个复杂 就是大家呢 还是详细这个观察的话呢 就是也不是很复杂 就任何一个学问也是这样吧 刚开始的时候 就尤其是我们 这个以前我们这个读小学的时候 是这个虚幻小数 就是虚幻小数 我觉得是这个非常非常难 有一个我们读小学的时候 一个叫做是米拉老师 然后他就就讲这个三合面 又可以加点点点点点点 再可以加点点点的 这样讲的 我觉得是这个点点点 真的有点这个很麻烦 就是有无穷的这个数嘛 就是我觉得有点难 但后来就是在这个读 读那个中学的时候 一看那个点点点呢 一点都不困难 就是这个虚幻小数 一点都不困难 就是同样的道理 就是我们以前可能没有 这个遇到过这样的 这个元气法的话呢 好像有点点 就是他这个前级元气 后级元气 然后他之间的一些 这个辅导因果的话呢 就是有点困难 但是你这个线呢 就是应该这个观察 就是像那个伊西文仲康佛他们的话呢 也是经常这样的 就是这次呢 就是把这个法 就是已经这个学 然后再一次这个学 然后再他们这个考试 然后再一次学 这个时候呢 就是完全就是通到这个原来的这个论典的本意 就是我们闻思的时候呢 就是也一定要这样的 一般格鲁派的闻思也是这样的 比如说今天呢 我们把这个这个业和烦恼 就是这个一定要搞懂 一定要搞懂的话呢 就是前前后后通过辩论 最后的话呢 完全懂得 这个时候一看的话 原来刚开始的时候 接触的这个法呢 并不是很困难的啊 就是并不是很困难的 这样呢 就是我想呢 就是这个大家这个前级后级呢 就是这个名词一定要搞懂 就是他这里说是这个前级元气 后级元气 就是从元气从这个这个这个时间的角度来分的话呢 就是可以这个前级元气和后级元气 此二元气各每一种呢 就是各有因元气与过元气两种 就是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十二元气呢 就是在三个三世当中这个圆满 这个前级呢 比如说这个这个前世呢 就是无名和行 然后这个即生当中呢 就是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这个十二元气当中的 这个其余的五种 然后这个今生当中的这三种 作为因呢 就是后世当中这个圣和四老 就是老师 就是昨天我们这样讲的吧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他这个元气呢 就是分一个前级的这个因果和后级的因果 就是今生呢 就是站在中间 就是今生前面也有一个因果的这个安排 就是有一个就是一堆因果 然后今生后面呢 就是有一堆因果 就是他是这样讲的 在这样的话呢 他这里说是这个前级因果呢 前级元气呢 也分一个因和过元气 然后后级元气的话呢 就是也分一个因元气和过元气 就是分两种 无名与心是前级元气的因 这个大家要动到 不然下面的这个对话呢 就是有点不好动 就是我们十二元气当中的 这个刚才讲了 就是这个元气呢 就是分两部分 就是在这个三个世代当中 要圆满的话呢 就是他就分这个前级元气和后级元气 然后前级元气呢 就是分那个前级元气的因 和前级元气的这个过 然后后级元气的话呢 就是也分一个后级元气的因 和后级元气的这个过 就是这样分的 我像是以前那个 没有举手的基础因 然后举手能一点不懂的话 可能在这个做梦的时候 是什么前级元气的因 后级元气的过 做梦就是边做梦 边可能在这个到底在说什么 前级元气的因 后级元气没有一点 所以我为什么要讲那个 修行门斐呢 就是这个原因 现在修行门斐比较 这个佛少没有一定的智慧呢 还是这个要不懂的 就是这个是要不懂的 没有压齿的这个老年人的话呢 可能要不懂 但不过有些这个老年人 七十岁的年轻人也应该可以 然后那个 无名于心呢 就是前级元气的因 知道吧 这个是前世的这个因吧 前级元气的因 然后从那个世到树之间的 这个一切 这个中间有这个七个 中间有五个吧 就是 是 铃色 流畜 还有这个畜和树 就是中共有五个 那么这五个呢 就是作为这个前级元气的过 就是这个是 可以说是一个因过 就是这个一个因过的话呢 这个大家要懂得 就是前级元气呢 就是有两个因 然后呢 就是他的这个有五个过 就是两个因和五个过 所以等一会下面呢 就是用女因虐过 就是他这样的话呢 就是他的那个因呢 就是稍微这个少一点 就是只有两个吧 然后这个过呢 就是比较广一点 就是有五个 这个大家应该知道 就是这是这个前级元气的这个因过 就是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 就是前级元气的因过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 这样的一种轮换 然后下面讲那个核极元气的因过 核极元气的因过是什么样呢 爱与趣 还有这个与 就是这三个呢 就是核极元气的因 我们这个基层当中的这个爱 然后呢 就是就开始有了这个趣 有了趣以后呢 就是开始 昨天我们不是讲了吧 就是从这个爱的话呢 就是一般这个现在的这个成年人 就是开始这个做生活 然后呢 就是趣呢 就是对这个像素外境 最后呢 就是这个造业 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呢 就是这三个呢 就是为了这个核架 这个造业的 就是爱和趣三个呢 就是核极元气的因 然后这个圣和那个老师 就是这两个呢 就是核极元气的这个过 就是核极元气的这个过 就是核极元气的话呢 它的这个因稍微广一点 就是因有三个 然后过的话呢 就是只有两个 就是这个过呢 就是略一点 这个要动到 就是它略过略因的话呢 这个因是那个核极元气来讲的话呢 就是它的因就是比较多 就是因比较多 然后过呢 就是比较少 前极元气的话呢 就是因比较少 就是过比较多 就是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那个这个前极元气和后极元气的通过这种推理呢 这个基层当中呢 虽然这个基层当中的话呢 就是现在是这个前极元气的这个过 是这个基层当中是有五个 就是这个是这个过比较这个广的 但是这个过广呢 就是用通过这种推理的话呢 也可以是略的 然后这个前极元气的这个因呢 就是是比较这个略的 就是也可以说后极元气的这个过 因的话呢 就是比较广的 但是这个呢就是我们通过推理的话呢 也可以这个建立就是 这个幅相呢 就是可以这个推理就是 下面就是讲这个道理啊 就是这个道理 所以前面的这个前和极元气的这个过 如果没有动到的话呢 有一点这个困难的 所以它这里呢 是应该是一个 从这个我们这个十二元气的话呢 就是从比较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违缘 就是很顺利的一段来这个分的 就是这样来分的 那么我们有些人是可能这样认为的 比如说我这个前世呢 就是造了这个业 然后中间呢 就是把这个业里呢 就是没有这个成熟 中间呢就是过了很多很多的这个戒 就是很多很多的这个戒 然后这个后面的这个过呢 就是再可以成熟的时候 那么最中间的这个因果呢 就是不是这个三世当中圆满的 就是已经中间有这么多的事 就是那么这个是怎么结实呢 这个问题呢就是是以前那个国人吧的 这个一些法当中呢 就是也有这个解释过 那么这个问题我们可以这样解释 比如说我即生当中呢 就是造了这个业 就我造了业的什么呢 就是我造了这个杀生的业 然后这个本来这个是这个 作为这个后期元期来讲的话呢 就是后期元期的一个因 然后这个后期元期的这个过呢 就是我下一辈子呢 就是没有这个自己这个受过 就是中间呢 就我变成人啊 变成天人啊 然后再过了这个千百万戒以后的话呢 然后我就成熟了这个过的话 那中间的这个不是世间已经这个盖开了吗 那么这个元期呢 就是怎么样算呢 就我什么时候感受就是他的过呢 就是从哪个时候可以这个算的 那么中间的这个时代是这个 包括在什么当中呢 这个是其他的这个元期规律当中 就是其他的元期规律当中 所以呢不算是我的这个 现在的这个这一幻的这个元期规律当中 就是所以我们这个呢 就是应该是这样这个解释 比如说我这个杀生的这个过 我这个杀生 我这个杀生的话呢 那么我下一辈子呢 就是这个过报呢 就没有这个成熟 下一辈子没有成熟 再过了很多年以后呢 我把这个过报成熟的话呢 那么我中间的这个过世 元期是怎么样盖开的呢 这个是另外一个元期来盖开的 所以他这个元期的规律呢 就是有很多的这个因果 在这个我的这个相续当中 就是所以我这个杀生的这个过报 中间呢 就是把它已经这个推辞了 就是他的甘肃甘肃的这个艺术国的话呢 已经推辞了 最后呢就是他获得的 所以我中间呢 就是可以这个各开的 就是可以各开的 就像这个积累资粮一样 积累资粮的话呢 你在这个加兴达的时候呢 就是积累很多的很多的资粮 然后中间呢 就是有放一段时间 就是然后做这个其他的事情 然后再继续资粮的话呢 就是实际上的积累资粮的话呢 比如说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比喻的 就是三个二生气节吧 就是三个二生气节的积累资粮的话呢 你这个加兴达的一个二生气节呢 就是已经圆满了 然后呢就是中间有做什么其他的事情 最后呢就是后面的这个二生气节 再继续资粮的话呢 就是从后面的那个地方呢 也可以这个算吧 就是我们这个现在有些单位的话呢 就是他那个修假 就是修假的话呢 就是中间不给你发工资 就是然后听断一段时间 然后呢再继续就是原来这个有多少天呢 就是由这样继续发下去的话呢 也基本上是就社会上的话呢 一般的规律也是可能不会这个相伟的 所以这个问题呢就是大家应该记得 就是所以这个是稍微就是难懂一点 就是在这个因为这个我们这个白夜经当中也是说了 就是说是那个众生什么这个所作业 就是白戒不毁灭 就是那么众生这个所造的业呢 白戒不毁灭的话呢 白戒以后这样的话呢 它整理十二元气的话呢 一直是这个规律 就是它的这个一直是它的延续下去 那这样的话是后面的这个怎么解释呢 就是应该用这种方式来解释 应该是不错的 后面呢就是说是前极后极虐因果 有种因果可退之 它这个呢就是我们前极后极的虐因果吧 刚才那个前极当中的话呢 就是前面的因是虐的 然后后极当中来讲的话呢 就是它的果虐的 就是那么这个前面的这个因果的这个因果和 然后后面的这个果虐的这种这个因果的推理方法呢 那么我们这个中间的极生当中的这个因果呢 就是也可以有这个推断 就是本来这个极生当中的这个果呢 就是比较这个这个光的这个因呢 比较虐的 但是我们呢就是翻过来可以这样讲 因为极生呢也实际上是这个跟这个前极后极一样的 前极的这个因虐的一样的话呢 那么极生的这个因呢就是也可以虐的啊 就是极生是本来是因就比较广一点 但是极生的因呢就是也可以这个虐的 那么后极的这个果是虐的一样的 那么极生的这个果呢就是也可以虐的 就是前极呢就是果比较少嘛 就是果比较多 但是我们用翻过来可以说是 前极呢就是因比较多 就是果比较少 这样的话呢就是也可以推 这个推呢就是有点就是不是很 就是那天我翻译的时候呢 就是也花了很长时间 就是有时候呢翻译巨石轮的时候 都是兔都开始就是大了 就是好像房子里面都装不下一样的 就是一定要这个 尤其是文字上的东西呢就是非常这个困难 讲的话呢就是我觉得也是不是很困难 你们光是字面上理解的话呢就是不是很困难 如果真正要想动到那个巨石轮的本意 然后把它那个从文字上表达出来的话呢 那这个是真是这个不是那么很容易的这个事情 就是所以呢 这个推理呢就是我看那个文字上 应该没有什么这个困难的 再如果按照那个字识和这个唐僧的有些这个翻译方法的话呢 就是真的这个非常这个困难的 听说我们这个有些金刚道友都说是是堪布翻译的一点都不好的 按那个唐僧翻译的非常好 这个确实非常那个相信 就是你们这样说的呢就是我也觉得是这个唐僧呢是个大的这个意思 就是也是一个圣者就是人们都公认的 我是作为一个凡夫人来讲是凡夫的这个语言呢 就是跟那个圣者就是一点也是不可能比的 就是这一点是我这个非常这个相信 但是有时候呢就是圣者的语言 也作为我们这个凡夫人来说非常非常的难懂 所以呢我在这里这个顾名思义呢 就是确实可能有很多地方的有这个错的就是 我现在这个翻译的方式尽量的这个败坏 因为反正呢本来都是它是比较这个难懂的 再加上呢如果我们这个用这个顾问的话呢 就是这个顾上加顾就是这样的话是真是有点这个头痛 就是本来这个现在的人呢不像古代人那样就是 他古代人的话呢他希望那个前行研究就是他就专心致志 现在的人琐事也多心也比较复杂就是 比较一动一点的话呢就是他可以这个看 然后稍微难懂一点的话呢就是有些这个比较一一的比较顾的话呢 是动非动就是还是很困难的 所以我原来这个翻译那个大黄黄光明苍龙的时候呢 就是我觉得这个心情有点不同 当时呢尽量酷一点可能好一点就是读起来也是很舒服啊 就是比较酷一点 但是自己也是后来就是自己看了也是有时候不懂得知乎这也 什么这个毕业这也的话呢 自己也是到底这个知是什么毕是什么 就是有时候很困难的就是从此以后呢 我就这个就盖了就是在自己的义法 就是所以现在呢就我这个义的这个松子的方法呢 就像是有些人呢就是他们把那个松子仪的特别特别败 就是那样的可能我就没有败就是太松子仪的太败的话是不行 但是呢那个僵义呢就尽量的这个移动就是 就是我是这样这个想的就是 所以你们有些人呢就是听说是这个 哎这个送那个居士轮的这个松子都是没有必要义就是 这个依赖都是更加不好呢 这一点确实我这个非常非常的相信 但是让你这个松子上解释的话呢 恐怕我非常非常担心 按你的水平呢真的可能你解释不出来 就是确确实实我心里这样想的 就是不管是怎么样 让你那个松子上读起来特别好 就是六个五个字就是特别舒服 但是让你解释的话呢 会不会就是有点头疼 就是你的脑口也是开始肿起来了 就是会不会有这样 如果这样的话呢 我的这个头也是这个就是大了 就是让你的头也是大了的话呢 就是那么这个大老阔对大老阔提意见 就是可能不太很好 那如果那个你们觉得这样的话呢 如果被那个什么那个唐僧的那个颂词的话呢 我更加欢迎就是真的这个非常好 就是这一点我没有任何基督心 我确实是心里面这样想的 就是这样这个加持非常大的 就是这是神者的语言 就是神者的语言跟凡夫子人完全是不相同的 但是现在的人呢就是虽然是神者的语言 就有时候呢确实非常难懂 非常难懂的话呢 我们作为凡夫人来讲是也有时候还是失去了一种价值一样的 就是有这种困难 所以那个既然缘起因果呢 就是无有这个特殊的演习 就是没有什么这个特殊的这种练习 那么为什么说是这个前几只因包括两个 果包括五个 就是前面已经讲了 就是前世的这个心和无明呢 就是作为是因 然后这个果的话呢 就是从那个就是从事开始到这个名色六处 然后处和处之间的这个五个了 就是那么后期的因 因呢就是分为是三个 就是后期的因呢就是爱趣又 就是这三个 然后包括他的果呢就是包括两个缘起呢 那这个是为什么呢就是这样呢 如果他没有这样的话呢 为什么是这样分呢 就是那么下面就是给他这样回答的 虽然按照前几后期的持续 连锁的前几之因与后几之果 但没有这个中间两者呢 不能如是分的过失就是 我们并不是说是中间的这个两者呢 就是也不能虐也不能广就是不是这个 因为那个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就是 因为那个后期的话呢 就是他是果方面的话呢就是两个嘛 果方面两个的话呢 我们这个后期呢就是也是因比较广一点 果呢就是是两个就是 来到这个今生的时候果是两个就是 然后这个因呢就是这个三个就是 这样也可以分的 因为今生和来世呢实际上是没有什么差别的 就这个大家懂了吧就是 就是好好地看一下 我在这里说多了也不用吧 就是应该懂啊就是懂了就好了 我看这个表情上有些人懂了 有些人都是这个 就怎么说啊 懂还是不同呢 这是懂的表情还是不懂的表情 中间或近世中 就是他那个中间或者近世中的这个果呢 就是分为这个五种 因有这个三种的弊量 就是我们这个即生当中的话呢 就是来世的前世的这个果吧 就是即生当中的果是已经分了五种的 然后因呢就是分了这个三种的 因这个分了三种的 就刚才爱和去数 不是那个爱去有吧 就是这三种 那么这种弊量呢就是可以推出 何时的这个生脑呢就是也有五种 因为今生呢就是依靠这个前世的因呢 就是由五种来要就是推出 何时的这个生脑子呢就是可以分那个五种 就是生和脑子呢就是可以分五种 并且也能推出前世的无明心也有这个三种 爱是这个无明 这个爱到这个数之间的老死之间之故 就是这个呢也可以这个推理 同样的通过前 通过所说的前后虐因果 也能推出中间的虐果与虐因啊 就是这个就比较简单的 就是我们这个前世的这个因是那个虐的吧 就是前世的这个因是虐的 然后世的果是虐的 那么即生当中的话呢即生当中的这个因也可以虐 然后即生当中的这个果的话呢 就是也可以虐 所以说这个呢就是可以这样分的 如果是以这个前期来讲的话呢 即生虐因呢就是也可以分的 如果后期而言的话呢 今生当中的这个虐果就是也可以分的 实际上没有什么差别的就是 因而为了通道缘起因果分射而如是宣说的 实际上是无有什么差别的 在辩论场所当中呢就是一个人呢就是在那里建立宗派 那里就几个警告道友的话呢 那你看看那个十二元气的前因后果就是给我分出来 然后这个前世的这个因还是后世的这个果 那么怎么样这个虐的怎么样这个光的 就是再这样让他分的话呢 有些时候呢这个时候就是他就显露出他的这个一次的这种这个奔现 就是有些呢这个时候呢就是他就可以这个就是对 就是说我们这个辩论呢 有时候是这个对话呢就是非常这个重要的 光是这样这个听呢自己没有下来联系的话呢 有时候还是那个所谓的问世呢就是也有一些困难的就是 下面就是讲那个定数吧就是讲这个他的定数 定数呢就是讲这个定数的时候就是烦恼呢就是中产生 就是他的定数十二元气这个烦恼呢 他是怎么样的这个十二元气当中实际是不多不少的就可以了 那么这样的这个元气这个规律呢 在整个轮回当中的这个扭转呢就是可以包括的意思 烦恼众生 烦恼业 就是那么这个烦恼我们前面不是这个 中的来讲是烦恼和业和事就是这三种吧 那这样的话呢其实这些呢就是复为这个作为因果 烦恼当中呢可以产生这个烦恼和业 从毕业当中也产生事就是这个业当中呢也可以产生这个事 事当中这个产生事与这个烦恼 此来有之之 此来这个善有的轮回十二元气之的这个规律 如果说无名无有因呢老死有果就是无名呢就是这个有这个因 然后老死呢就是有果那十二元气的数目就不确定了 就是如果我们说是这个无名呢就是还有他前面的这个因 然后这个老死的话呢就是他还有后面的这个果的话呢 那不了十二元气了就是为什么就是在十二元气里面已经定数呢 如果无名无因老死无果那么这个无名就成了这个无因了 老死呢就是成了无有作用了 这样一来的话呢轮回就不是成了有始有终了吗 就是他这个对方呢就是如果是这样说的呢 这以上是对方的观点 那么下面我们对他回答的时候呢 就不会有这种局面和不会有这种过失 原因是什么呢 烦恼当中生烦恼即是值得 比如说爱当中产生趣 就是烦恼当中产生 因为爱和趣都是烦恼吧 就是属于烦恼的 然后烦恼当中产生的业 就像是从趣当中产生有一样的 有无名当中产生性 然后从业当中产生事 是指的是性当中产生事一样的 有当中产生生 事当中产生事即是从事当中产生 明色乃者出产生事物 这些浮相它可以产生 意思就是说是 它重的来讲是十二元气 但是浮相刚才我们说的业和烦恼是 那么这些浮为可以做自己的因果 从生者产生老者 从彼等世中产生烦恼是者 术中产生爱 爱之术之间为老者 这样的话就是爱是无名 故老死中产生无名 这就是十二元气的规律 它意思就是这上面没有什么不好动的 意思是是和烦恼和业 这三种就是十二元气 那么这三种的话 互相都可以产生 互相都可以产生 当然除了这十二个元气以外 别的法就是不存在的 所以我们前世的业叫做是因业 然后今世所成熟的过叫做是成业 总的来讲的话 前期的因果关系叫做是因业的因果关系 后期的因果关系叫做成业的因果关系 除了因业和成业以外没有别的 因此在十二元气当中还是轮换不断的 所以不存在无名有无因的果实 或者老死无果的果实 这些也是没有的 实际上就是前面的因 就是后面的果 这个里面已经包括的 这就是十二元气之的规律 因业背头上面所说的两种果实 理由是无名之因 其实就是老死 就是我们现在这一辈子的老死 实际上是无名的因 那么无名的因实际上也就是老死 那么老死的果也是是无名 我们很多人认为十二元气的话 好像无名就是我们那种山的山下一样的 然后老死就是到了一个山顶一样的 就是这样在心目当中是这样概念 并不是这样的 它所谓的轮回的话 它是互为这样因果 尤其是我们刚才那个山识当中吧 山识当中圆满的这种因果规律动达的话 实际上是要动达人有前世 人有后世 人有近世 这三种我们很容易知道的 实际上的话 摩帕仁波齐的《智者入门》当中也是有 实际上这样的因果 在一世二世当中也可以圆满 比如说即生当中可以说是无名爱趣 因此从夜产生后面的意识 后面的意识改变叫做老死 这样的话在粮食当中也可以圆满 也有这样的说法 但一般来讲 它这里三世圆满比较好懂 因此从十二元气的观察 如果详细能通达的话 我们这个人并不是今生当中突然出来的 他前面有无名和心的因 然后后面人死了以后并不是灭定了 后面真正的死后世再死的 我们今生当中的死不算死 在十二元气里面讲 真正的死 来世的无名要产生的话 这叫做死 在这里面脑和死的概念就这样 所以我们有些学俱舍论的时候 也是你真正用自己的智慧来研究 研究以后对前世后世的存在 在十二元气当中通达无碍的 这是非常有必要 因此所谓的佛法 你不管是学什么都是 这样你学得进去的话 对你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如果学不进去的话 不管是大圆满还是什么殊胜的法 对你来说还是对着不了的 没有什么用的 如果十二元气当中 也是我们通达得非常无碍的话 那么你就深深地认识到 人确确实实是有前世后世 通过十二元气的规律推转的话 也知道我们没有理由不存在 这个理由造不出来 如果理由也造不出来 然后佛教里面 前世后世存在的理由造得出来的话 那么我们这一点不承认 难道不是非常愚痴的行为吗 这一点大家还是很重要的 我在杭州的时候 他是浙江大学的一个老师 他一般不信佛教 我故意造他 故意我开始说他 你到底前世后世存不承认 然后他说不承认 不承认的话 你给我理由举出来 理由举出来 我说是 然后他说你也没有这个理由 我说是我理由 就是一百个理由都给你举出来 可以有人前世后世可以怀疑 然后自己什么意念也可以的 然后有很多很多的理由我给你举出来 但是你不存在的理由能不能具处 他就相当像半天 反正我们不辩论 以后再说吧 不辩论 后来我害怕他生气 但是还是道理上是真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听说是比较聪明的 对逻辑学和生命学学得比较不错的 但是他们这方面从来没有研究过 所以我们一提出来问题的时候 又没有理由的话 我以前没有想过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再什么考虑 你编论程式还要考虑的话 那已经我们有些看不看没有提出问题的时候 我还要考虑 以后不要考虑 考虑的时候没有必要 你当成回答就可以了 这个没有什么需要考虑的 你如果真是以后要设戒律 这样的话 你还要考虑考虑 到底我设不设戒 这样可以 你这个没有什么可考虑的 因此大学的老师也是说 我还要考虑考虑 我看有没有什么理由 他可能会回去以后 开始发了一些资料 厉害嘛 自己自吹 有理由是无影之弃 所以我们有时候还是遇到这些人 应该说前世后世不存在的理由 就是不去除了 我们存在的理由 再不说什么其他的教证里 这十二缘起的三个 三世当中圆满的规律来举的话 也是很容易的 但是一般的人 他们都转不来十二缘起 什么十二缘起 十二缘起 缘是不是圆满的缘 起是不是什么起啊 他们可能会这样说的 所以这些一定对佛法的道理不懂的人面前辩论 也没有什么很大的意思 无有前世后世世而缘起的轮回 《七神经》当中这样说的 三者指的是中间的这三者 中产生二 二者指的是心和有 然后二种产生七指的是七世 七世当中也产生三 他这样游轮浮轩转轮回就是这样的 今天讲到这里吧 本来想再就多讲一点 但是时间不允许我也没办法啊 不要怪我好不好 下面提出问题了 但是不是要太多 perspect练的 我们先来将来的设计 总统 说 说 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